大过年的大家心情都不错 但是中国足球队给大家添堵了 1比3输给了越南队 很多网友很多球迷气愤的不行行 骂翻了天 但是那又能怎么样了 中国队的那个主教练李肖鹏给大家道歉了 而且是一再的道歉 但有用吗 没有任何用 我看了一下 有一位球员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我很对不起球迷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 我会继续踢下去 踢后以后的每一场比赛 我估计这个主教练是干不成了 但是球国家队的队员 球员还可以继续再干下去 所以说我总结的我们现在的中国国家队 那就是一个炒台班子 换哪个教练都不行 因为踢输了球那是教练的问题 球员照样还是国家队的队员 和人家没有关系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改变 不应该再搭这种炒台班子了 我们应该去选队伍 你现在你国家队不是输给越南队了 主教练下课你们球员也好不了 你们都得跟着解散跟着回家 换另一支队伍上 当然这支队伍就是这个教练带出来的队伍 我觉得在球场上来说 要让每一个队员每一个球员都知道 如果说你赢不了比赛 你就得回家 不是主教练回家 是你们每一个人都得回家 我觉得只有这样 把这个压力传导到每一个球员身上 大家才能够团结一致 才能够精神团结相互配合 和主教练配合 和队员之间做好最好的配合 才能够踢赢球 在赛场上才能踢赢球 要不然的话各打各的算盘 有了球有了机会 我先给他踢一脚 我先是给他设一下门 显出我来 我就能留在国家队 不行这样的球队肯定是赢不了球的 所以说你必须得有一个团队 你踢一个球 你露了脸了 你这个球队输了 你照样不行 照样把你开回家 所以说一荣俱荣 一耸俱锁 把这个球队看成是一个整体 输了球谁也好不了 我觉得只有这样 是吧 我觉得我们才有可能有一个改变 让大家在球场上 每一个人都发挥出他吃奶的劲 拼了命的去踢球 让每一个人都这样 才有可能踢阴球 这就是老康的观点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点赞观众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